主播今天不聊政治了 聊台风 今天特别邀请到我们气象女神 王淑莉 哈喽 叫了女神之后 其实淑莉姐有点害羞害羞的 但是今天其实 淑莉姐要帮大家来解惑 因为我们今天一整天看了很多 大家这气象团队跟您的专业的报道 但是大家就想问一个问题是 请问我们台风架会不会放 两天有没有机会呢 尤其是你可以看到 这几个小时 双北的市长蒋万安侯友宜 脸书被灌爆 灌爆原因是什么 市长你好帅哦 市长你是我见过最威猛的男人 你有听到我微弱的声音吗 如果你有听到的话 可不可以让我们放个假 大家很想问啊 对 现在急进惨媚之能事 为的就是要放台风架 然后淑莉播了这么久的气象 我都发现一件事情 少和 这个大家好像都没有很认真在听 到底这个台风怎么走 会影响的区域范围 都在关心一件事情 那就是台风架 对啊 放不放台风架变成 是大家最关心的一件事情 尤其是你们这一次 大家陆续看到 礼拜三礼拜四影响非常大 你们大家全部都是这样讲 好 那我们大家想要问啊 台风架有没有 两天的机会 大家想说要码三要码四 没有 小朋友才做选 对不对 如果三会不会是三下午放了 然后四接一整天 我们目前从雨势跟风势 跟趋势来看 有什么样的可能性吗 好 事实上呢 原本啊 如果按照这个 凯米台风的走向啊 事实上最可能放台风架的时间点呢 是礼拜四 那现在来看的话呢 我们呢 最新的这个气象署的预报 资料还有包括风啊 跟总雨量的预估 其实呢 明天真的就有机会开始放假了 当然了 礼拜三放的区域范围 跟礼拜四放的区域范围啊 是不尽相同 那有些地方可能可以放到两天 那有些地方有些县市可能只能够放到一天 但无论如何啦 就是礼拜三跟礼拜四 其实以现在的最新的台风资讯来看的话 其实都有放台风架的可能 而且台风架的话 其实可以看到我们的CG上面都有写 风力标准跟雨量标准就非常非常重要了 像是暴风圈 四小时内经过 你可以看到平均风力七级 瞬间震风到十级 这些目前这样看起来 我们好像几率是蛮高的 没错 所以如果说我们从专业的条件来看 台风架其实是有一个标准在那边的 最主要我们看风 因为这个风 你走出去万一 对不对 这个有风险 对不对 有时候说实在的 大概十级以上的强震风 甚至十一二级 你大概就已经很难在马路上行走 你说我今天走出去如果十一震风 我可能像我这样子 摇摇晃晃机率也很高 什么摇摇晃晃 我看你可能要抱着柱子 我抱着柱子 不要找掩蔽物了 因为这个十一级十二级的强震风 是真的非常的强 大概一般路人 你拿个伞撑伞在外面走 是雨伞马上开花 而且你是没有办法好好的行走的 所以这个危险性当然很高 因此我们在定标准的时候 应该是说气象署 还有各地的人事行政局 它在定标准的时候 其实风是一个很主要的考量 也就是这个瞬间 我们的平均风力达七级 然后瞬间震风达十级 平均风七级的话 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 当你暴风圈开始逐渐的笼罩的时候 事实上这个最外围的那个暴风圈 其实就是平均风七级 你说一开始譬如说 它触碰到陆地的那一刹那 所以这样目前看起来 宜兰是最有机会 没错 然后再来我们再看 就是十级风的暴风圈 也就是我们在讲的 这个台风中心 还有中心的环流那一级 是十级暴风圈 那十级暴风圈 其实进到这十级暴风圈里面 不代表说它只有十级 那瞬间最大阵风 事实上往往 如果我们以凯米台风来看 事实上只要进到它十级暴风圈范围里面 它瞬间的最大阵风 其实是达到十五级的 真的太危险了吧 是十五级 所以事实上以这一次来讲 宜兰是首当其冲 因为现在气象鼠的路径来说的话 它是朝着宜兰登陆桃源出海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宜兰绝对是首当其冲 而且再加上宜兰的地形 我们来看宜兰的地形 它事实上有一个弯有没有 对 没错 有一个弯有没有 我们常俗称说这个是本基 本基有没有 很像一个本基 那个古时候 那个本基的地形 就是后面有一个弯 前面是平 比较平 这一样的一个地形 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这个雨它就会不断地往这边 迎风去掉 马上从山区一直下 一直下 然后甚至这个风进来之后 它会这样一直旋 一直绕 一直绕 所以我们看 以这一次台米台风 中西最大风数 最大风数可能会达到 十三到十五级 对 可是在这样子一个宜兰 这样的一个地形的影响情况之下 甚至我们不排除 有些地方可能会出现到 十六级左右的强壁 十六级 所以这个是相当危险的一件事情 所以当然风为什么 往往拿来当作台风架 这个放架的一个标准 再来我们来看雨 因为现在你会发现在这种极端的天气 气候的这个影响情况之下 我们这个降雨的强度很强 没错 我现在光是几天的午后雷震雨 快吓死了 是不是 对不对 我们看这个前几个礼拜 台北时雨量破百 对 那这样的雨 不管下在哪里 事实上一定都是会淹水的 会致灾 只不过因为这个午后雷震雨 我们只下一个小时 刷了然后就过去了 对 所以水退得也快 可是台风不是 尤其这次凯米台风 你要知道 这次中央气象署 对于这次凯米台风 它的总雨量预估不得了 这次在这个登陆地 登陆点也就是宜兰 宜兰山区 它这个报到多少 你知道吗 它总雨量报到 一千三 一千三 对 宜兰 光是宜兰这个登陆地 就一千三 宜兰的山区 总雨量报到一千三 好 可是你要知道 宜兰事实上一开始登陆的时候 就是那个大概半天的时间 狂风暴雨 可是当这个台风的中心过了之后 到了北部山区之后 宜兰这边的风跟雨就小下来 对 可是呢 接下来 好了 整个西半部地区 接下来就是呢 强风好雨 而且呢 时间长 所以如果按照台米台风 这个路线来看的话 有三个地方 我们在这边要特别特别提醒大家注意 第一个一定是宜兰 对 登陆点宜兰 对 第二个呢 北部地区要特别注意的 就是阳明山的安部 阳明山 风最大 对 然后再来就是雨最多的地方 阿里山 阿里山 对 所以这一次呢 在这个中央气象署 它对于中部山区跟南部山区 非常非常罕见 它第一次报总雨量就估到一千八 对 很少这样看到这样的数字 你知道一千八代表什么吗 台湾整个年平均总雨量 一年平均的总雨量 也差不多两千左右 两千上下 一天就这样一千八 所以我觉得呢 在这一次我们是真的要特别提醒 就是说以气象署 针对这一次凯米台风的这个总雨量预估 然后中南部山区报到一千八 那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 要注意的警讯 这样的一个雨是绝对是自在性降雨 观众朋友真的不要开玩笑 你有没有听到这些科学数据会给你答案 我们大家不是在为言耸听 所以一件事情 请各位一定要做好房台准备 尤其是什么 像我家住十二楼 拜托你的这些花盆 外面放的这个阳台花花草草 赶快拿下来 该要拿沙包的赶快去堆起来 所以我们准备了一张图有没有 我们准备了一张图我们来秀一下 我们在说台风天你到底要怎么样做 不要去登山 我觉得真的是 尤其在今天这种浪逐渐增强的时候 我不懂 淑丽每次讲 但是每次还是有人要跑去观浪 然后去钓鱼 今天还有人去游泳 外幕山游泳刚才播到 是不是 这真的不要开玩笑 这长浪人家都是风狗浪 这一卷上来 真的是一卷之后 然后就整个就出去了 对 然后登山我也不懂 怎么讲 为什么一定要在这种 台风天上山登山 尤其今年我要特别提醒 今年因为在零四零三 花园大地震过后 事实上全台湾的山区 坦白讲都是非常脆弱的 危险性高 很高 在没有这个零四零三的大地震之前 事实上山区本来就脆弱 然后今年的山区是更为脆弱 所以真的大家 真的要爱惜自己的生命 爱惜自己的生命不打紧 你如果真的发生怎么样 你是成年人 你要对自己负责 可是你造成国家的资源的一个 一个损失 浪费 这么多人投入救灾的行列 尤其又是在这种台风天 你应该是要去救其他的地方 可能就为了你一个人的这个执意 一意孤行 所以登山还有海边 就完全今天开始就禁止了 还有就是这个门窗 对 有没有 我们记得每次到门窗的时候 那个都要贴个胶带 对 固定 还有这个叉叉这样子 你还记不记得以前 在我记得印象中 以前这个龙王台风 那个时候 这个整排的电线杆都被吹倒了 歪了 然后这个饭店的落地窗 也全部被吹破了 所以这个是很恐怖的事情 那像招牌 盆栽的固定 这当然也是一定都要做好 邵和你在这方面 你有没有什么 像比如说你会开车 开车足的就要来听听 邵和你有怎么样 我只能说各位 北市府跟湘湾市府已经说了 该移车的赶快去移车 不要再停在水门 之后会被拖掉走 但是这个除了车子之外 我想问一下淑姨姐 你的菜买了没有 还没买 我根本不需要买菜 别人会帮你煮好 不是 我都待在这里 我根本回不了家 回不了家 但是今天你知道吗 有超级多人都在问 你们有买菜的这件事情 因为今天一早 其实有好多人 都到了冰江市场去买菜 我们来看到这个画面 大家可以 很多人 而且采买的包括蔬菜里面 我考考你 哪些蔬菜会比较耐放 耐放吗 那当然 根筋类 瓜类是最耐放 专业的 淑姨姐 绝对平常也在煮菜 这个你不用考我 我气象爸爸 过去这多年 好 跟大家讲答案 就是高丽菜 还有根筋类 最受欢迎 但是摊商也透露了 目前菜价波动其实不大 但要看的是台风 对于中南部的影响 而因应现在台风来袭 超商也针对了 房台需求量的商品 增加备货 同时他们也推出了优惠 一大早台北 滨江市场就涌入满满的 买菜人潮 因为前一天市场修饰 加上台风越晚 影响越大 菜市场摊商也大声叫卖 或是向客人喊话 明天菜可能会涨 看看民众有的提了好几大袋 有的装满整个菜篮 高丽菜嘛 然后空心菜就今天吃红萝卜 跟精类的台风天要吃的 大概准备了几天分 差不多两三天吧 冰箱里一定都有啊 都还有库存在啊 补一补 至于价格部分 高丽菜在上周 每台金大约50到55元 目前大约是48元 而小白菜以及青江菜 上周一味连日大雨 每台金破50元 周二大约一斤42到48元 价格相较收市前有下降 但台风后可能会再涨 中南部有影响到的话 就可能会有波动 但是以目前来看的话 这是北部跟东部嘛 所以只要中南部 不要有下大雨的现象的话 可能价格算是还好的 趁着台风前菜价还没飙涨 大多民众一次买了两三天份 做足房台准备 而除了菜市场 超商也来备战 台风来袭超商会因 各家店的情况来做准备 尤其现在备货量满满的 尤其是这种家庭号的吐司 是很多人房台期间 会准备的商品 另外还有带装的小吃 超商也推出优惠 就是要让民众 好好的做房台准备 全家寄出部分矿泉水 任两件50元 海鲜乌龙泡面 买一送一 罐头刃两件79折 而统一超商冷冻商品 两路95折 四路88折 哈梢庄柜第二件5折 蓝蓝夫的来购物平台 推出房台防灾主题馆 指定商品下沙3.4折起 民众房台宅在家 有囤粮需求 市场超商业者们 通通动起来增加货量 让民众扫货 东森新闻生活中心台北报道 各位观众 记者目前所在位置 就在花莲市区 可以看到我身边的路旁 是只起了一滩滩的水渍 而且灯笼也被吹到 左右摇晃 这是因为花莲市区 在大约下午2点开始 就开始出现了 间歇训的雨势 伴随着一阵阵的强风 而记者目前人所在位置 就在仁爱街雨成功街口 知名的公正包子店 而面对这一次中台 凯米来势汹汹 老板是否有做好相应准备呢 我们也来访问看看老板 老板这次台风来 你们有做好什么 方台的应变措施 或是会因此 可能休息几天吗 我们没有 我们一样就是按照原因 这个星期五会休息 然后其他的话 我们正常一夜 那你们不怕雨很大 会造成淹水或是什么 你们有没有准备什么沙包 要来堆或是怎么样 也没有 因为我们最近这几年 花园没什么大雨发生 然后我们的地下水 倒做得蛮好的 所以我们比较不担心 对 我们可以听到老板 真的很勇 台风天照常营业 不畏风雨 也不再怕淹水 而同样位在仁爱街 跟城宫街口 走几步路道对街 也是同样知名的庙口红茶 而对于这次台风来袭 我们也来采访看看 老板娘是否有针对台风 有做好相应的准备 来老板娘 你们来帮我讲一下 这一次台风 你会不会担心 因为毕竟是中台 而且已经发布了 陆上台风警报 不怕 怕地震 那这一次台风 有感觉到游客有特别变很少这样 跟我常一样不多 你是说从地震后开始 人超就大概这样 一直都是这样 不多人不多 所以也不会因为台风来 可能休息个几天 或是打乱你们的营业计划 没有 不会 这意料中的事 这是意料中的 可以听到花莲人 大概是因为地震过后 心脏都被训练得非常强 所以面对台风 这些民电通通是要照常营业 不过民众还是不可以掉以轻心 因为这个毕竟是一个中台的台米台风 所以有可能除了雨势 还有可能造成淹水 所以民众在家还是要做好防台准备 遇上现场最新将时间镜头交还棚内主播 好 同样是花莲 我们来看到鲤鱼潭正在举办了红面鸭放暑假的活动 但台风来袭会造成灾损 所以主办单位还有业者一大早就在进行防台的工作 民众来花莲鲤鱼潭 想要来看红面鸭却扑了空 有 很可惜 对 因为台风天要来 就是因为遇到台风才把它弄下来 主办单位把大型充气红面鸭泄气捆绑在扶台上 没看到的民众自嘲还是有看到红面鸭的鸭皮 栏杆旁的鸭鸭模型也都用绳索固定 避免因强风倾倒受损 入口也贴上告示盘 因台风影响活动暂停 鲤鱼潭的天鹅船业者已经陆续用小艇将天鹅船拖到潭边的避风港 业者从一早就开始作业 上百艘船陆续停泊 另外活动主舞台也陆续拆除荧幕等设备 大家在台风前先做好防台工作 等台风过后就能再恢复暑期活动 东西文黄一鸣花莲报道 好 我们看完宜兰 看完了花莲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基隆地区 现在我们的记者蔡俊奇她告诉我们的是 基隆现在是时晴时雨 而看是根据气象所预报 越晚风雨就会越强 尤其现在大五轮的白沙滩 已经完全封闭 时间交给俊奇 好 主播各位观众 等你来关心凯米台风的最新动态 目前在基隆地区 地区除了海上台风警报 那么另外也有发布陆上台风警报 所以目前基隆地区要特别注意 因为台风逐渐靠近的过程当中 可能越晚风雨会更加的明显 那么尤其我们现在在这个大五轮沙滩 这边入口处已经拉起风锁线了 那么另外在海滩上又插上红旗 不过还是怕会有游客 闯到沙滩里面来玩水 所以除了海巡人员在现场戒备之外 加强劝离之外 另外我们要来看到非常特别的 就是在这个空中也会有出动空拍机 就是政府委托民间相关单位 来架设这个空拍机 来看看就是在这个 比如说很多观光客会来玩的地方 会不会有游客是不顾这个劝导 或是封锁线就直接进到这个海域来玩水 所以这个空拍机就会在沿线来看一下 是不是有人来玩水的情况 那么另外这个空拍机也很特别 就是说它会在上面广播来请游客离开现场 不要靠近海域太近 那还是要特别提醒民众 由于现在已经午后 那快要进到晚上的时候 还是提醒你 因为现在台风逐渐靠近的过程当中 可能越晚风跟雨还是会更加的明显 还是要提醒民众更加留意了 以上是目前现场的情况 把时间还给棚内 好 现在台风一来 出游计划全打万了 尤其是这个东流航线 明后两天全天候停时 有游客担心停航会回不了家 赶紧搭船回去 同时也有民众补给这个所谓的粮食物资因应台风 而你现在看到这个画面呢 这个是上午翡翠水库的原水砖管 已经完成了取水系统切换的准备工作 预计今天下午 将会开始取用翡翠水库的原水 这样就可以在台风期间 可以有效的确保自来水的供水水值 以及水量稳定 好 我们刚刚提到了台风来嘛 大家出游的新支弹会少很多 我们刚刚提到东流线停航 因此今天有非常多人 要嘛提早回来 或者是赶紧把物资全部都补齐 港口边好几位民众 大包小包提着行李下船 他们通通是从小流球赶回来的 因为受到凯米台风影响 东流航线24号25号全日停时 是提早回来吗 对啊 为什么要提早回来啊 我没有 因为明天床没有开啊 就担心会回不了家 因此游客紧急搭上船回台 停航两天 不少小流球居民都担心 会有物资短缺的情形 因此船只也是紧急运送粮食物资 民众更是推着拖车 要将物资带回住处 他们也是要有一些必需用品啊 日常用品之类的 他们也是有岛上的居民啊 凯米台风来世凶凶 民众紧急做好准备 希望可以乘过台风天 东西有在屏东报导 凯米台风来了 除了防台 大家更想问 请问我能放到台风下吗 尤其是桃园市 比较少放台风下的县市 很多当地居民都说我想放假 凯米台风步步逼近 中央气象署表示 暴风圈清洗的几率越来越高 各地都可能带来惊人的狂风暴雨 这也让许多民众非常想知道 这几天会不会放 2024年的第一个台风假 不过桃园居民忍不住抱怨 桃园真的好少放台风假 有网友在脸书说 如果凯米台风让桃园放台风假的话 就要在台北车站发鸡排 风雨情况影响 要不要放台风假 恐怕让民众上班上课的心情 都很紧张 中央新闻 黄启动 翁杰宁 张永永 桃园报道 好 没错 现在是暑假 所以很多人在这个暑假期间 就会来到宜兰什么 2024宜兰国际童晚节 不过告诉大家 明天你就不用来了 因为接下来 明后两天 童晚节就会休院两天 那当然就是受到凯米台风的 整个影响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在宜兰县政府的部分 他们已经公告了 24号以及25号 这两天就会休员 那在今天的部分 其实是有照常来进行营业了 但是在今天的下半天 他们就会来做相关的房台作业 那么来听一下稍稍访问 我们在今天下午的部分 我们就会先进行 相关的一个陆续做房台措施 那我们在合育的部分 我们会将龙舟 风帆 独木舟相关的一个体验 会先做一个暂停 那我们会把相关的一个设施 就移往我们园区部分来做进行 那当然在宜兰这边 其实在下半天开始 现在宜兰已经开始 受到整个外围环流的影响 所以可以看到 像现在出现了 比较明显的强降雨 那事实上 从今天零从零点开始 一直到现在 其实不时都有 这个比较短时间的强降雨 那当然因为今天一整天 还是受到台米台风的外围环流影响 所以雨的部分是一阵又一阵 但是随着今天晚间时间越晚 整个降雨的时间就会拉得越长 而且雨跟风的状况 也会变得更加的明显 也因此还是要再三地提醒观众朋友们 尤其在宜兰的观众朋友 这一次台风很有可能 就会从宜兰来进行登陆 所以不管是风还是雨 接下来明天后天都会是最剧烈的 大家一定要做好防台 不要外出 以上就是目前我们在宜兰总共到的最新状况 再把时间镜头交喊台北风内 好 你刚才可以看到 宜兰已经开始下雨了 那现在大家很关心的是 凯米台风持续禁闭的情况之下 现在台风的最新动态是如何 时间交给运海 好 相信此刻在宜兰的观众朋友 对于这凯米台风所带来的风云 已经开始渐渐有感了 的确这凯米台风它现在的外围环流 对于这宜兰地区造成的风雨 已经越来越强 那么其他地方在越晚的时候 风雨也会逐渐明显 我们先从这美国卫星来看到 您看到这凯米台风 目前在海面上 它依然持续增强变胖当中 整体来讲它的状况是在转个方向 要往西北朝台湾 台湾这个地方逐渐要靠过来了 但是您看到它的外围环流 也已经开始影响到台湾之外呢 而且在因为海温条件足够的状况下 加上这边靠近黑潮地方 所以它持续有能量进来 那么它在整合的过程当中 可能还会再增强变胖 现在它的暴风半径 大约是200公里 接下来还会涨到多少 还有可能会涨到250公里这么多 所以提醒观众朋友 这个凯米台风千万是不能掉以轻心 那么我刚刚也有反复提到说 其实在此刻啊 这个风雨的部分感受上 风似乎先抵达了 我们透过风场来带您看到 您看到凯米台风的确已经在我们家门口了 而气象鼠稍早最新一报也显示说 它的风量目前包括有三个地方 已经有达标了 包括像是呢 这个蓝雨绿岛 还有呢 这个外岛地方呢 可能感受上它的风会越来越强之外呢 预估最大的风力也可能会来到十级 达到了停班停个的标准 但是要不要放所谓的台风架 还有赖各地方政府来决定 但可以确定的是 随着这凯米台风逐渐进逼台湾的过程当中 对于台湾感受上来讲 尤其是北台湾这个地方 会是越来越明显的感受 我们透过最新的这浅室路径来带您掌握 它比较详细的资料状况 您看到这一张是它的浅室路径图 目前它是距离 鹅兰鼻的东南东方460公里的海面上 而且呢 方向是持续的朝北北西转西北的方向 也就是说凯米台风此刻 已经在开始朝西北转了 那么呢 之前反复给您听到 后方的高压势力就决定 它接下来的北转过程 以及它的路径是否有调整 但现在看起来 各个国家对于凯米台风的路径预测来看的话呢 预估范围应该都是落在宜兰地区 来做登陆 也就是明天晚上的时候 那么呢 出海的地点则是落在了桃园这边来出海 也就是大约是落在礼拜四清晨的时候 这段时间当中 那么最新的两点半预报的警戒范围 也更加广阔了 不只宜兰花莲台东之外呢 还包括哪里 包括基隆以及双北地区 甚至连西半部的桃竹苗地区 同时也划在它的警戒范围当中了 还有台中跟南投 在未来的24小时当中 这个随着海米台风逐渐逼近的过程当中 都陆续划在警戒范围当中了 而且您看到 暴风半径200公里的凯米 接下来刚刚有提到嘛 会来到多少 250公里 所以提醒观众朋友 在明天的这段时间 这个随它逐渐靠近的过程当中 它的暴风却会冗罩越来越多的地方 我们下一章就透过这样的时区来告诉你 接下来它影响台湾的部分 我们以今天来讲的话 你明显可以看到 越晚这风雨越加明显 而且刚刚宜兰的风雨也陆续增强了嘛 那么中南部今天感受上还是高温炎热 但是明天风雨的感觉 就会越来越有feu了 尤其您看到台风星席 明天您看到几乎全台湾都呈现 此暴的状态 主要在于这风墙宇宙三区 又上瘦的这个雨量 会来到了超大豪雨等级 提醒观众朋友 尤其是北台湾沿海空旷地带要留意 因为这两天是逢大潮的关系 很容易会有饥烟水发生 所以提醒观众朋友 还是要留意 接下来这凯米台风带来的风雨了 那么中南部的话 明天感受上会越晚雨量越增加 山区的豪雨同样也要多加留意 这一回凯米台风看起来是从宜兰登陆之后 从桃园出来 但是因为它的环境场看起来 其实它的风雨带来相对可观 西半部一定要严加戒备 趁现在还有点空档时间 赶快做好防台工作 以上是这一节气象 以上是这一节气象